每当春季,成群结队的刀鱼由海入江,产卵回游。 曾经,刀鱼因数量多,产量高,成为长江最重要的经济鱼类之一。 然而近年来,由于环境恶化、捕捞过渡等原因,刀鱼资源面临枯竭。 正当人们担忧刀鱼要永久地消失在长江里时,事情却迎来了转机。 2022年1月,中国无锡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在长江泰州段进行长江十年禁渔以来首次刀鱼资源监测,工作人员一网就捕获了上百条刀鱼。 是什么原因是一度在长江南密踪迹的刀鱼又回来了? 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为何恢复如此快速? 奔用6300公里的长江蕴含着什么样的绿色密码? 长江,世界第三大长河,从青藏高原腹地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脉之间出发,奔流入海,生生不息。 长江不遇着两岸的万物生灵,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人类通过工业活动不断地影响着周围环境。 长江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人类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四川宜宾,三江口,金沙江,明江再次汇合,至此史称长江。 宜宾市内长江干流,蜿蜒217公里。 这里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 我们祖祖贝贝都是打鱼的,鱼越来越少的原因就是河水受到了污染,植贝也受到了破坏。 中国有句古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唐圣荣的祖祖贝贝赖以为生的就是依靠眼前的长江。 日益减少的渔群让当地渔民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感到痛心。 2021年1月,十年禁渔开始后,唐圣荣和其他渔民一样转身上岸,从捕渔人变成护渔人。 政府补贴、职业培训、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支持,解决了渔民们的后顾之忧。 近两年来,长江宜宾断的非法捕渔现象持续减少。 长江巡、胭脂鱼、盐园里等鱼群种类越来越多,每年迁徙停留的红嘴鸥也飞来了。 如今,长江生态环境在一步步修复,供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深入人心。 一场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绿色变革,已然开启。 沿江而下,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 这里如何在保护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 安徽马鞍山是长三角城市群重要成员。 历史上的马鞍山阴刚设施,是一座典型的传统资源型城市。 岩浆散乱屋企业、非法码头、雇费堆厂、处勤养殖厂等聚集,一度成为生态顾及的温床。 从2018年开始,马鞍山市不仅拆除长江干支流非法码头158家, 整治散乱屋企业756家,腾退长江岸线约10公里,摊地1000多亩。 同时积极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转型。 产品来讲是开发低碳的、免烧的这样的材料,实现产品的绿色化。 同时加大了非旧赖火材料的,利用了一年的非旧赖材的利用量达到2万多的,这样也实现资源的轻化利用。 如今,马鞍山市走上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在碧绿色的江水边,漫步在新修建的步行绿道上,眼前是水光炼艳,树木成荫。 江苏南通,长江在这里入海,远处是壮观的护苏通大桥,船舶如之,江水淡淡,奔腾出人间繁华。 作为长江入海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南通针对长期造成的污染问题,开启全面实施生态修复保护工程。 2019年,一段无人机拍摄的三只江豚欢游的场景,让许多老南通人兴奋不已。 第一次看到江豚在长江里出现,并拍摄到它的身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激动。 几十年前,江豚在南通还是平凡能够见到的,但这十几年,江豚在南通段,大家基本上就看不到了。 近两年在摄影爱好者以及长江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我们中心一共监测到长江江豚次数达到110次,江豚头次达300多头。 微笑天使的回归是长江生态好转的直接表现。 2020年和2021年,长江干流连续两年实现全线达到二类水质。 长江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渔民上岸,产业升级,生态富律,是破解长江生态难题的密码,也成为美丽中国生态治理画卷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江豚竹浪后鸟天飞,已将避水奔流入海,中国正在走一条能让母亲河永保生机活力的发展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